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要求我们这个第五目第三条是我们讲到现在第二大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照单全收 首先我们看到汉字一叫一个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享工程范围 这部分的教材这十多年一直应用的是附件二 我也不得其解 因为同学们如果有一定的知识技术都知道 文件当中还有一个附件一 讲的是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享工程有哪一些 那危大工程哪些范围对于我们的考试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我们的考试要知道它的待遇 也就是说你属于危大工程的话 是必须要编专项方案的 这是我们相关文件的附件一 而我们现在教材上这个汉字一 是往往文件当中的附件二 也就是说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布分享工程 我们把它简称为超微大工程 这个超微大工程它是不仅要编专项方案 而且还要组织专家来论证一下 你的专项方案好不好 可不可靠 可不可行 安不安全 所以对于超微大工程 超微大 必须要两专齐全 按理题的点呢 从这里去下手 那么我们就搞不懂的是教材辩委 为什么只推荐附件二这个超微大工程 对于纸编专项方案的那个微大工程 为什么不推荐呢 那么既然我们是个教材金奖班 教材有啥 我们还是讲啥 既然他没有推荐微大工程 那考到的也确实少 所以我们还是按教材指奖 超微大工程 首先我们来看 为什么叫超过一定规模呢 这样同学们对比就知道 它比微大工程往往量化标准要高 数字都变大了 所以这叫超过一定规模 言下之意也就是更危险了 所以光有专项方案不行 还要有专家来认证 那么我们的管理或法规老师 常常喜欢说的升级坑呢 往往流于表面 他常说的升级坑呢 来自于现行安全管理条例 那么安全管理条例里 对于我们什么是升级坑啊 它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只是知道呢非常危险 对吧 开挖系和土体凌空 它很容易塌 但对于我们工程人来说 你必须给我们个量化标准 才好执行嘛 到底多深才算升级坑呢 开挖的深度超过5米 包含5米在内 也就是挖深 在5米基以上的 基坑基潮的土方开挖 之后降水 都非常危险 属于超微大工程 一定要去编专项方案 还要组织来专家认证 好 所以这部分的5米呢 是个探阶啊 这个分水岭的数字 要求记住 半块 模板工程集成体系 各类工具式的模板 我们说这个滑爬飞碎 所以 他们四个没有量化标准 不需要去数字 去做判决 只要选择题的体干 或者是案例题的背景 这里出现了其中一种或几种 只要沾着名字 不需要数字去做依据啊 就必须两专集权 那么滑爬飞碎 为什么这么危险呢 看着名字 就要进行我们相应的专家论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给同学们补充示意一下 让同学们知道 它的危险源在哪里 先说这个滑模 又称之为滑动模板 这个模板呢 一次组装完成 上面呢 是设置有我们的 施工作业人员的操作平台 方便呢 去胶住混凝土啊 方便震倒 那么并从下而上 采用液压 或者是其他的提升装置 注意 它是沿着线胶混凝土的表面 边胶混凝土 边进行同步滑动提升 和连续作业 直到线胶机构的作业部分 会全部完成 它呢特点就是速度快 整体性好 操作方便 工业化程度高 那么这个滑模的平行而论 在市政专业当中啊 几乎没什么应用 我们现在这一个超微大工程里 讲的滑模 不是我们道路部分的滑模注入机 不是啊 因为你想我们在道路部分 讲的滑模注入机 在我们经讲部分也看过图了 它贴着地面 贴着地表去干活 有什么危险呢 没啥危险 它不是我们这一个文件当中讲的滑模 现在我们为大工程管理办法 也就是我们18年的31号文 这个文件里面讲的滑模 也就是附件一和附件二都有的这个滑模 主要指的是建筑工地上 施作高大桶仓的模板 那么它呢主要是为了减少模板的占用 就搭这么一圈模板 然后把这一圈的模板 你混凝土先给它交掉 交完了以后 注意滑模不用拆模 在施工过程中它不拆 它是贴着混凝土的表面 往往是混凝土在出零以后 中零前 让我们的模板贴着混凝土的表面 往上滑 滑了一定的高度 不就有空间了吗 你再交混凝土 交完混凝土以后 它再往上滑 所以它减少了模板的占用 但是它越滑越高 又高又大又大又重 就怕它轻负上人呢 所以属于超伟大工程 必须要两专齐全 这是滑模 那么还有一个 这部分我们在建筑工地上能看到 是做高大桶仓的 用滑模比较多 好下来 还有一个扒模 这个扒模实际上是国内外高层建筑当中 最常用的一种攻击术模板 但咱讲的是市政 不是建筑专业 所以咱不讲高层建筑 在我们的市政专业当中 是让我们的扒模做桥塔 这还是有所应用的 它跟我们的市政桥梁相关 没问题 能做桥塔 那么这部分的扒模的工艺呢 我们把它原理也解释一下 它以我们建筑的钢筋或凝土的墙体 为支撑主体 依靠自身式的爬升支架 使大模板完成了提升下降 还有呢 就位 校正固定等工作的模板系统 你看我借用的这个术语解释 讲的实际上还是主要建筑物的方向 确实国内外的高层建筑用的最多 但是在我们这个市政相关专业 我们这个桥梁的桥塔石座当中呢 原理也是相近的 换言之呢 它也是为了减少模板的占用 就搭这么一圈模板 为了减少模板占用啊 就搭这么一圈 在这一圈模板当中 我们把桥塔一部分的混凝土结构作业 先做掉 交完 那么接下来爬模就是和滑模最大的区别了 爬模是需要拆模的 但是它不落地 首先达到拆模条件以后 拆离混凝土结构的表面 然后它利用自身式的爬升之架 往上爬 爬到后面一个高度以后呢 这个模板再合模 再叫混凝土 达到了拆模条件以后呢 再拆再往上爬 再合模再叫混凝土 所以它跟滑模有点像的是 随着施工建筑高度是越来越高的 而且也是为了减少模板的占用 模板不用再增加了 这是比较相同的地方 但有不同的地方是 爬模需要拆模 去交下一节子的时候呢 还要再合模再去交混凝土 而滑模是不用拆模的 我们的这个爬模是需要拆模的 那么它越爬越高 又高又大 又大又重 也怕它坠落伤人 所以也属于超微大工程 既要变专家方案 又要专家认证 好 还有一个飞模 飞模这部分内容呢 讲的主要是捉模或台模 同样在建筑工地上用得多 它是做板的机构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把这一层的板做完了以后 这个做板的捉模和台模呢 不落地 它用我们的调运设备呢 给它调出去 转运到上一层 所以我们这里说了 借助起重机械 从已交注好的楼板下面 调运飞出 转移到上一层 重复使用 因为这个过程呢 它不落地 而在转层的过程当中呢 它调出去 移到上一层 仿佛这个过程像飞翔一样 因此得名叫个飞模 那它不落地一个最大好处 就解决了时空现场用地紧张的问题 它不占地嘛 但它有一个危险的地方 在转层的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怕它坠落伤人 转层的过程当中 怕它坠落伤人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超伟大工程 因此即便专项方案 又要专家论证 好 接下来还有个隧道模 有个同学说滑爬飞碎 最后一个隧道模 终于是我们市政专业了 就像郭老师你第一大章第三节讲的一样 那些暗瓦隧道里面 我们现在这个隧道里面用模板台车 或者用装配式的模板 进行我们二层时空 不都要用模板吗 对吧 二层模组或你堵住现交的 那要用模板 那隧道模不就属于超伟大工程 要两钻齐全吗 同学们还真误解了 我们文件里这里所说的隧道模 它不是我们隧道内所用模板 不是 它还是建筑工地上 长得像隧道一样的模板 啥意思呢 我给同学们补充解释一下 隧道模实际上指的不是我们市政 或公路专业隧道里用的模板 而是把楼板和墙体一次性织模的一种工具式模板 那它就等于把台模和大模板组合起来 然后从断面形式上看呢 它像隧道一样 因此的名叫隧道模 那么这部分呢 整体式的隧道模呢 自重大 移动又很困难 实际上现在用的不多 而双拼式的隧道模应用很广泛 特别是内胶外挂 外气 这种高多层建筑当中应用较多 所以它还是建筑工地上用的 你看 这是我们的大钢模 做墙的 这上面是我们的台模做板的 它是我们的墙和板 整体现胶的一种模板 那把大钢模和台模搭在一起 你这个断面形式上 看上去这个模板搭的空间像一个隧道 这是示意图 那么这是实物图 你看 把我们做墙的这个大钢模 还有做板的这个台模搭在一起 从这个断面形式上 像一个纵深的隧道一样 是吧 因此的名叫隧道模 你看 自重大嘛 又高又大 就怕它轻负伤人 所以 它要两专齐全 既要专权方案 又要专家论证 好 这份的工具是模板呢 我们有意的补充拓展 让同学们有效的把握 接下来来的圈二 荤林土模板的支撑工程 好 作为这些数字真的要记啊 同学们只有不断的记 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应用才能熟能生巧 我个人认为不存在什么口诀 这些口诀记多了 没有什么意义 都是谐音梗 是吧 只是希望同学们记住这些数字 啥意思呢 大的高的容易倒 多高呢 高度在8米以上 大的长的容易塌 多长呢 跨度在18米以上 那么大的重的容易垮 多重呢 施工总贺载 设计值在每平米 15千六这军部面核载啊 或集中线核载呢 是每米20千六级以上 那么就是因为危险呢 所以要两转齐全 多高呢 8 多长呢 18 多重呢 每平米15 每米20 这些数字记住在这个标准机翼上的 就应该两转齐全 好 接下来 全三 沉重支撑体系 用于钢机构安装等满塘支撑体系 好 看到满塘这个名字 这部分呢 满塘的架子 就怕它支撑贺载过大而倒塌 那么多大呢 是单点集中贺载 7000牛机翼上 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满塘的架体 集中贺载 7000牛以上 所谓的集中贺载 是因为我们把它的集中的这部分的对象 接触的面积 相对比较小嘛 把它抽象为一个点 所以我们集中贺载 往往是我们认为 集中在某一个点上的力 在7000牛机翼上 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就必须要两转齐全 而我前面讲 混凝土的模板支撑工程的时候呢 这个每平米15000牛呢 指的是单位面积的受力 这叫做军部面贺载 而每米20000牛呢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接触面积 是一个长比宽 大得多的对象 所以我也把它抽象成一根线 所以这是每米 按单位长度上的受力20000牛 而这部分的集中贺载呢 我们把它抽象成一个点 那么在7000牛以上 这个时候 我们都达到了条件 量化标准 这都属于超微大工程 必须要两算齐全 好 接下来半括三 起重吊装 以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第一个 叫一个非常规的起重设备方法 那么非常规的起重设备方法呢 就是因为它不是常规设备方法 不是专业专门的调机调具 所以它就不稳 因此它危险 那么问的最多的就是 郭老师啥叫个非常规 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啊 往往它利用 已建的建筑物和构建筑作为支点 往往呢还需要人力相配合 去拉 比如说用八杆啊 滚杆啊 地牛啊 这个时候呢 你一用这些非常规的设备和方法 来完成起调工作 这叫非常规 当然了 今年我还多和同学们续道一遍 双机或多机台调 也属于非常规 也就是说调机调具 倒是常规的 倒是专业的 但是你两台机械 两台调机 或者是多台 调同一个对象 这就是非常规 为什么 双机台调 尤其是我们装配式两板啊 我们有很多呢 两板在现场安装 调装的过程当中 有双机台调的情况 它有个最大的困难 难以保证均衡 双机台调 有一个最高的要求 也就是说 要保证平稳 换言之 你要保证我们 调装的施工的精度 质量 还保证安全 所以对它均衡性的要求很高 但是难度也很大 因此不稳 它就很危险 它不安全嘛 所以双机台调 也属于非常贵啊 和同学们续道一遍 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就可以 且单件起调量 在一百千六级以上的 起重调装工程 所以非常规的设备和方法 单件起调量 在十吨以上 也就是一百千六级以上 就已经很危险了 它不稳呢 就怕它侧翻轻覆啊 所以必须要两砖集权 当然了 我们解释的非常规 有的同学马上就在想 那常规设备和方法 难道就这么安全吗 不需要两砖吗 需要 常规的设备和方法 如果调的太重 或搭的太高 它也危险 也需要两砖集权 我们后面会去讲到啊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还是以文字部分 来补充示意一下 这个非常规的 启动设备方法 我们常说的 土法调装 也就是说 因为客观的原因呢 场地狭小啊 现有的启动机械 满足不了工程实际需求啊 或者无法占位啊 等等原因啊 你就不能使用 启动机械的吊装 那么往往需要人力 使用简易的工装器材机具 那么这就是应用 非常规的启动吊装工艺来完成 那么这种吊装的效率呢 往往比较低 称之为非常规启动吊装 又叫做土法吊装 也就是说 常见的这些案例呢 用巴杆 用这个巴杆呢 来吊装大型的塔类设备啊 用这个滚杆啊 装卸移动的设备啊 用我们的构架 或者我们这种建筑物 去做支点啊 去吊装设备等等啊 那么非常规的启动吊装 主要特征呢 人力用的比较多 它不使用 不依靠大型机械 多硬低制宜 利用建筑构建 完成吊装任务 效率低 关键风险高 所以危险 它吊个100千牛啊 就要两转齐全了 但是我们话说成头 那么常规的设备和方法 难道就不危险了吗 吊的重的 搭的高的也危险 那么吊多重 搭多高呢 回到我们教材上的圈二 起重量在300千牛级以上 或者是搭设总高度 在200米级以上 或者是搭设基础 比较高 在200米级以上的 起重机械 安装拆卸工程 我们讲了 这指的是常规设备方法 如果起掉量太高 不是100千牛了 因为常规设备方法 相对是比较稳定安全的 不是100千牛 但是它达到300千牛以上 也还是不稳 只是300千牛以上 还有搭的高的 多高呢 200米以上 这个起重机 自身的安裁也很危险 对吧 又吊的重 又搭的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容易啊 在装 拆时 发生事故 所以必须要 两专齐全 即便 专项方案 又要专家论证 注意联慈是货啊 满足条件之一 你200米以上的 或者是300千牛以上的 起重量 就得两专齐全 加来半括四 交手架工程 这个交手架工程呢 我们这部分的落地式钢罐交手架呢 搭式高度是50米级以上 两专齐全 而我们的副作式升降交手架 或副作式升降操作平台呢 是提升高度在150米级以上 而分段价体搭式高度在20米级以上的 悬挑式交手架 就需要专家论证了 那么这部分呢 和往年的讲课习惯一样 尤其是在面售时 有同学和我交流过 这几个数字放在一块啊 特别容易记混 特别容易混乱 容易把这个数字张冠理带 有没有什么诀窍 问我有没有什么口诀 还是那句话 我没啥口诀 但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呢 能够帮助同学们能够理解 能够给这些对象排排座 我把它讲懂了 同学们理解上消化 印象就深刻了 首先我把这个数字从小到大排 因为数字越小 实际上说明的是越危险 越不安全 数字越大 反而说明的是越安全 你看 悬挑式交流架 什么叫悬挑 它不落地 它不是从地面 不是从第一层开始往上搭的 它不从地面往上搭 那么这个架子往哪搭呢 往往这些架子 悬挑的架子 是搭在悬臂钢梁之上 那么同学们可以模拟想象啊 随着我们的干活高度越来越高 这个架子搭的越来越高 贺载越来越大 架体自重也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 贺载越来越大 往下传递到悬臂钢梁之上 那么钢梁就很容易变形 对吧 这一变形 我们的架子就容易失稳坦塌 所以它非常危险 这样达到了20米级上就得专家论证了 好往下 我们的落地式钢梁之二架 它就比悬挑的架子要稳一点 所以它达到了50米级上才要专家论证 为什么呢 因为它落地 因为这个部分的落地式钢梁之二架 由我们的地基提供一个坚强的反力作为支撑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不容易塌 但是它达到了50米以上呢 比较容易塌 容易倾覆了 这个时候就要专家论证了 接下来数字最大 也就是最安全的 是达到150米以上 才要专家论证的爬架 这个傅着是深圳教授架 现场才叫一个爬架 啥意思呢 给同学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在地面 我们就搭三层的架子 搭一定高度的架子 这也是一定程度为了减少脚手架的占用啊 就搭这么一定高度的架子呢 我把这个高度范围以内的活给它做点 做完活以后 这个架体可以依附于我们的外力面 往上爬升 负责于外力面 可以往上升 也可以往下降 往上升一定的高度呢 在这份的架体上 接着去干活 把这份的活干完了以后呢 再往上升 那么就一部分一部分的活 去把它做完 随着我们干活的高度越来越高 可是我们会发现 架子还是那一层 还是那几层 对吧 你在地面上先开始搭了这几层架子 把这几层的活做完了以后 再往上提升 做后面几层 把后面几层做完了以后 再往上提升 再做后面的城市 所以我们这部分会发现 随着我们这部分的建筑高度越来越高啊 我们的架体自重和贺载的变化很小 还是那几层架子嘛 所以可以说架体自重的几乎不变 所以我们这个高度越高 可是它架体的贺载变化很小 相对比较稳定吧 只一个层面 第二 我们这个架体的线位装置和塔吊是一个级别的 首先怕这个架子往外倒 它有个防倾妇装置 把它拉住 同时怕这个架子往下掉 它有个防坠落装置给它拽住 所以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安全的 它达到150米以上 才要专家认证 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口述部分 接下来我们有相应的示意图和我们的文字部分 补充示意一下 附着式升降交手架就是搭设一定高度 并且附着于工程结构之上 它可以依靠自身的升降设备和装置 随着机构足层的爬升和下降 所以叫升降式 关键它有防倾妇防坠落装置 保证安全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应的示意图 格哪呢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场 液压升降整体交手架的一个装配示意图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想给同学们看呢 是相应的安全线位装置 你看啊 4在这里有防倾妇装置 比如说这个架子要往下倒 它给它拉住了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个7 就是这里防坠装置 它要往下掉呢 因为越升越高嘛 它要往下掉呢 由防坠落装置给它拽住 所以它又倒不下去 也掉不下去 现位装置老安全 因此达到150米以上呢 才要专家论证 再加上无论我们的建设高度有多高 它就这么几层架子 是吧 一直把活干完就这几层 所以它的荷载变化也小 相对稳定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玄条日交手架 它呢 垂直方向的贺载 通过底部的 行钢支撑架 就这啊 就我们这里的玄壁钢梁 它来传递到下部的主体机构上 这样的一种施工用的外交流架 正是因为这个玄条的架子 它不落地呀 它是搭在这个玄壁钢梁之上的 玄壁钢梁 我们同学们也都知道 手里条件相对比较差 容易有大的变形嘛 所以它不稳 它达到20米以上 就要专家认证了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解析呢 让同学们应该对于我们的数字比较好把握一点 好 接下来半括26 按挖工程 西欣同学会说 哎 郭老师 这个什么爆破怎么不讲 这些年就没考过爆破 我们以前有一个桥梁拆除 放在教材上很多年 没考后来就给删了 现在我们这也一样 去年前年大千年 每次爆破我都不推荐 用炸药呢 还是很少用 因为你现场要用炸药 披下来都得一个多月 它影响工期啊 要有爆破 我们要有炸药使用许科证 要有购买许科证 然后呢 办下来太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的爆破拆除什么呢 考到的可能性不大啊 不讲也罢 直接我们来看半括26 按挖 那可太重要了 这个按挖典型就是市政专业 我们在之前第一大章第三节讲过了 这个喷毛按挖法 矿杉法是吧 顿购法这个地老鼠 包括这个顶管法 我们在第一大章的第五节 不开草管道施工技术也讲过 这些方法施工的隧道动势工程 危险呢 所以看到名字 一样没有量化标准 没有数字的要求 直接要编专项方案 还要专家论证 这些方法的危险之处 我想我不用说了 因为我之前进讲班 已经在技术部分讲过了 所以它和我们的滑爬飞碎 那四种工具是模板一样 这些按挖工程 看到名字在背景资料里出现了 就得专家论证 好 还有其他 又通常说 郭老师你其他那些木墙网架锁磨怎么不讲了 那边真的是建筑专业 市政很难考案例 所以我们把能考的挑出来就得了 还包括什么水下作业 四星啊 一千千流 那些顶身 他不考的我们就不推荐了 但是这个人工挖孔装真的会考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熟记 本来这个装孔呢 就不是钻机钻剧去钻的 而是人下去挖的 越挖越深 能见度越来越低 工作的环境越来越差 有毒有害的气体 很可能就会溢出 所以会影响到 或威胁到人员的生命安全 所以它特别危险 尤其是挖身大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更危险 大到什么程度呢 挖身在16密集以上 那就达到了超微大工程的规模 就即便钻家方案 还要钻家论证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年啊 一线这道多远题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 分布分项工程安全盖理办法 下来分布分项工程当中 需要专家论证的有 好 咱一起来看看啊 A选项 5米深的极坑工程 正好在临界点上 当然包含5米在内 这个极坑工程 当然要编专家论证 编专家方案 当然要专家论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 5米深的极坑 5米级以上嘛 它的极坑要编专家方案 要专家论证 A当然要选 好 滑膜不需要数字 当然要选 丁管不需要数字 当然要选 看到这份的汉字 就知道它一定会要 专家论证的 对吧 你看到滑膜 丁管看到这些关键词 它没有数字的要求嘛 没有量化的标准 就直接看到这些名字 就一定要专家论证 所以选ABC 但是第一选项 为什么不选啊 因为12米深的人工挖孔装 它不够16米 所以不用论证 用常规设备的话 它起掉250线流 这部分它不够300呀 对吧 而且它也不是 启动机自身的安拆 而是设备安装 所以这部分呢 文件当中没讲到的 它也不符合标准的 所以不需要专家论证 因此我们这题 应该正确的选ABC 是吧 答案选ABC 解析我们就不用读了 好 这是我们之前 对于量化标准的一个讲解 那么这部分的量化标准呢 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它能够考选择题 就问你一下 哪些是需要专家论证的 对吧 当然也能够考案例的判断 那么所谓的案例的判断题 也就是说 在背景资料里面 给你一些数字 让你判断一下 哪些方案呢 需要专家论证 只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 可以考案例的问答题 让你根据题目条件里 去判断哪一些属于超微大工程 需要专家论证 这种发散性识别的问答题 都能考 那么从汉字二 专家方案的编制开始呢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方案呢 以及论证的管理办法 也能出案例题 那么这部分呢 我们把它放到下一堂课 再去复习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